先講騰訊,騰訊近期急升了之後,最低跌到351元為最低 以350元的指標,如果350元那些位置可以初步開始下跌 騰訊會否因為在互聯網上的遊戲會否再進一步制度化,再加多監管,會否大家會擔心呢? 我相信這些都是健康發展的,對騰訊影響不大 因為它本身已經有這麼大的規模,其實也有很多發展空間 至於海外的東西,美國的一些針對性行動的東西 其實對它會否造成很大的影響呢? 美國也不是它的主要市場來的 所以我看就去到350元左右這些位置可以去考慮的 如果用一個上落市格局來說,近期這兩個星期都是最高到400元 下面351元是一個初步的支持位,以這些位置做一個上落 至於3690元,3690元其實都是很相似的 你看看,美團最低是132.6元,132.6元 即是在這30多元上落,見到近這些位置的話,投資者可以相對做一個部署 相對來說,在這些高低位去部署賣入估出,直播率會高一點 嗯,好啊,聽到Patrick這麼說 不要心急,因為市都是大市未定 大市要回的話,很多股份都會有關聯性 除了公用股和它相反之外,其實很多傳統股會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但是當然有些股份,如果你說是偏落後得太厲害 它的股息率很高,盈利穩定 也都有一個增長性都在,股值過度看低的話 這些反而就不一定很跟進 初步跌的時候,市場總是會跌少少 因為資金都會追蹤這類股份 如果京東呢,其實它的股值不算特別吸引 我建議如果你買到京東,不如買阿里巴巴吧 因為阿里巴巴呢,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購 這個回購不是很小的,很厲害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對股價一定有一個大支持 而且它畢竟服務是十四億人口的一個市場 而且它十四億人口的市場 現在的市值是2,300億的市值 就是有點離譜的,差太遠了 所以它的股值來說也比較低,比較吸引 我建議你不要考慮京東,要考慮阿里巴巴 我想第一個位置是一百二元 近期一百二未衝破之後,回回一點 回回一點,現在就回到那條短期趨勢線的位置 近一百零七元那裡 如果它再沉下去,就頂了一百元 一百元就值過率非常高 上面一百二元破了一百三元 一百三元之後,再能夠守得住 再上一個列口很高 上一個列口說的是一百三十九元到一百五十五元那裡 即是說是會補過列口的 絕對有這樣的能力去補回這個位置 因為始終它真的偏得比較低 再下一個 domesticity 是說是分析不見的 是分析不見的 是分析不見的 就是分析收入市場的 那麼是分析 respondents 是分析不見的 開始加數字幕 fand樞也會進一步 與日本資產 來自找出國會洞估劑機 立即申請